欢迎收看RTM华语新闻 你好 我是拉斯达 我们来看新闻焦点 首相安排指出 政府会尊重联邦法院做出的退休金的裁决 相关的机制将在近期做出宣布 马华和国大党表示 不上阵周选 首相拉德区安娜和副首相阿玛萨黑 都表示尊重 疑似在学校被欺凌 导致精神不稳定 十四岁的少年在家中掐死亲弟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针对联邦法院早前所做出的裁决 也就是退休金修正案不合法以及无效仪式 首相兼财政部长的德区安娜指出 政府必须尊重联邦法院的决定 目前政府正在研究退休金机制的相关细节 并会在近期内做出宣布 阿诺表示尊重联邦法院的裁决 为此政府正在制定一项保护退休金领取人的机制 相关细节会在近期内宣布 上个月二十七号联邦法院裁决 二零三年生效的退休金调整法令修正案 推介新机制及每年百分之二的调薪幅度 不仅违宪且对退休金领取人不利 另一方面公积金局探讨是否推行新制度 强制新会员达到五十五岁时 仅能定期提款而不再是一次性提款一事 引起国人议论 首相表示这项新制度的探讨已进入最终阶段 因此交由公积金局做最终决定 首相补充当局向他表示 新的制度也出现一些反对的声音 不过大多数是来自公积金存款较少的会员 首相德德须安华指出 他对于马华和国大党表示不上阵州选 但是会给予团结政府支持表示感谢 另外副首相德德须阿玛萨黑指出 本月十号召开的国阵最高理事会会议 将讨论马华和国大党不上阵州选举的决定 副首相表示 国阵作为团结政府的重要议员 将继续在州选举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以维持国家政治稳定 国阵作为团结束 也许国政主席 一间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的阿玛扎希是在出席该部门长阅集会后 向媒体这么指出 日前 马华和国大党宣布不上阵即将在下个月举行的州选举 以全力备战下届全国大选 阿玛扎希指出 这两个国政成员党将在州选继续为团结政府助选 他说 国政作为团结政府的战略及重要议员 将继续在迎战的州选举扮演重要角色 选举委员会昨天宣布 吉打 槟城 雪兰儿 森美兰 登加楼及吉兰单州选举的提名日定于7月29号 投票日则落在8月12号 竞选期长达14天 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的特殊阿玛扎希呼吁该部旗下的机构 提升终结乡村地区赤贫的努力 并表示各机构之间的合作 有助于达成首相提出的 终结所有阶层市品的目标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观看 就只要在那些人中的一切都要做了 以阿弥陀佛罗马拉雅的 这些人是一切都要做的 在绝对 我们可以改变 以为我们继续做了 有种改变 那麽点 我希望说 阿玛萨黑表示 设计的机构 需要确保每一项计划和项目 可谓目标群体 也就是乡村民众 带来效益 为此他希望该部旗下的机构 在落实终结赤贫目标的同时 不要忘了重视贫穷群体 与此同时 阿玛萨黑出请该部同仁 执行每个已经计划好的项目 而不去理会反体制分子的批评 通讯及数码部长发明指出 该部将再拨出三十九亿令吉的款项 落实第二阶段的入网点计划 以便在全国三千六百九十三个 邻近乡区学校的地点打造基础设施 这项举措不仅可以促进乡区的数码经济增长 同时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方媒提到入网点计划的第一阶段 涉及六百三十个地点 预料将在今年底完工 至于第二阶段则是已经在去年十二月动工 一旦完成建设 当地超过四十三万个场所 将享有高速宽品服务 这是一件事件 发妹提到有了高速光纤宽频基础设施的知识 就能够获取更多的资讯和参考来源 这将有效提升学校的教学方式 以及更容易的分享和实践知识 不仅如此 这项计划旨在让人民掌握数码技能 以缩小数码化差距 并增强我国的电讯基础设施 从而满足国家推动数码经济的需求 受到原材料涨价或承包商员工短缺的问题影响 全国各州都存在着病态工程 截至今年4月30号 全国统计481项病态工程 如果政府不加以处理有关的数据 可能会持续攀升 甚至超过一千例 为此地方政府发展部副部长 Ahmad指出 该部将持续监督相关的工程 确保国内病态工程的情况 能有所缓解 从该名单中被除名 Ahmad指出 全国481项病态工程中 部分工程已取得良好进度 之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登州消整局二区主任阿兹曼指出 第四天的搜寻行动将会继续 并以A区及B区为主 至于C区目前已完成搜寻 如果有任何新发现会立即通报当局 PGA,PGM dan orang awal 日出 juga membantu hari ini diperkih dengan unit amat yang baru saja melakukan untuk makluman hari ini kita pang operasian dalam berskala besar lebih ramai daripada hari pertama yang kedua, hari ketiga hari ini kita kucah kepada kumpulan 15 kumpulan pang operasian dan kita akan bertumpukan di sektor-sektor yang mana 搜救队分别被安排分布在 AB区进行搜寻 支及蛙人沿河寻找外 也出动K9犬加入搜寻行动 此外搜救队还继续出动无人机 在全长59公里的 干马晚河阿易布地区 展开上空侦察 距离10人也参与 山洪事故发生已经数日 截至目前搜救队 一共巡获8具遗体 仍有两人下落不明 马六甲一名十四岁的少年 日前涉嫌在甘榜湖基被押 渡的住家 掐死自己的九岁亲弟弟 而被警方严酷七天协助调查 少年的父亲指出 长子自去年开始 在马六甲亚罗亚一所寄宿 宗教学校就读的时候 经常致电回家 诉说自己被学长欺负 包括拳打脚踢和掐脖子等等 女士遭到欺凌 已经对少年造成心理创伤 因此才会酿成悲剧 事发当时 这对兄弟的父母都没有在家 少年的母亲是通过 手机应用程式的 闭露电视画面 看到自己的长子 对弟弟下毒手 由于当时少年的母亲 仍在工作 无法回家 因此只好拨电 向邻居求助 以查看家里两兄弟的情况 果不其然 当邻居踏进屋子的时候 便看到少年 正掐着弟弟的脖子 当时被掐着的弟弟 已经脸色苍白 在不得已之下 邻居只好用力掰开少年的手 并将弟弟救下 但却为时过晚 马六甲中央区警区主任 Christopher Julie总监指出 警方调查后发现 肇事的少年 在宗教学校内 没有纪律问题 不过少年的父亲透露 长子曾在寄宿学校 被学长霸凌 以导致少年的情绪不稳定 警方援领刑事法典第302条文 对这起案件展开调查 同时将少年年扣七天 到本月十二号 昨天一名乌一男童 在地沙亚曼附近的河边玩耍的时候 不幸失足掉入水中 被急流冲走 警方接获民众的投报之后 连夜赶到现场展开搜寻 不过男童截至目前 还是下落不明 生死未卜 雪州销整局行动指挥官 万马拉萨利发文告知出 该据警证实 溺水男童是现年七岁的阿玛阿玛 事发的时候 男童是为了捡起河边的拖鞋 而不幸坠入水流湍积的河中 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消灾人员在距离事发地点 大约一公里处展开搜寻行动 期间搜救队只能依靠岸边 以及守电筒的灯光照射水面 寻找男童的下落 这项行动持续进行到凌晨时分 依旧一无所获 后来因为合遇 已经达到身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下 被迫暂停 为了尽快找到失踪的男童 搜寻行动在今早七点恢复 警方志愿消整队和民众 也加入今早的行动 并且将搜索的范围 扩大到事发地点约三公里的距离 一名刚出生不久 且还连着期待的女婴 被无情的母亲抛弃在一家 售卖肉机的店铺 店主今早在爱意不跌入店铺的地上 发现女婴之后立即向警方投报 经过救治 女婴目前情况良好 干马碗警区主任海洋 Ramlan警监指出 店主是在开店时发现女婴 目前女婴已被送往干马碗医院 做进一步检查 她说重3.2公斤的女婴 目前情况良好 警方正通过政府卫生诊所 及私人诊所等管道追查弃因者的身份 警方运引刑事法典第317 隐瞒生产条文调查此案 六名缅甸籍非法移民 企图通过马太边境的黑木山老鼠道 非法入境我国 不料却被大马步兵第二部队 当场试破以及逮捕归案 大马步兵第二部队发文告解出 该部队昨天八点数分左右 发现这群可疑分子 躲藏在马太边境森林里 调查后发现 这六人的年龄 介于25岁到46岁 全数来自于缅甸 由于他们没有合法入境主张 因此便被逮捕 以及做进一步调查 此外 证法人员在行动期间 充公了一部手机和大约七百令吉的现金 纳敏意间防护 今天早上发生大火 索性消灾人员以及及时赶到现场 将火事控制和扑灭 因此才没有造成任何人命伤亡 起火的原因还有待当局调查 这起火灾是发生在 位于那名的甘板鲁伯德米亚 火灾发生后 一名年长者与一名位族一岁的婴儿 是在亲人及邻居的帮助下 才成功逃离火海 索性这起大火并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至于起火原因 有关当局还在进行调查 另外 受害者表示 火灾发生时他正在工作 而妻子、母亲和孩子都在家 当妻子意识到发生大火时 连忙带着孩子逃生 而中风的母亲则在邻居的帮助下获救 纳敏消灾局局长Abduraman指出 当局是在今早8点16分左右接获投报 当校正人员抵达现场后 发现设施房子约50%的面积被大火燃烧 当局成功在20分钟后扑灭火事 Abduraman补充 事发时附近学校的三名学生 使用灭火器帮忙灭火 因此有助于阻止火事迅速蔓延 换个焦点 所谓金国不让虚眉 在女权艺学渐渐抬头之后 女性无论是在社会或是家庭的贡献 都开始备受认可 为了彰显大马的女性 能够跳脱贤妻良母的刻板印象 成为企业界中的女中豪杰 吉隆坡中华大会堂 正式成立一支女将团 并在本月12号邀请国内的女性企业家 分享交流 这名女性除了在家庭 在事业上也能撑起一片天 吉隆坡中华大会堂副会长兼龙华堂女将团团长 大豆潘彦宏和筹委会主席林燕妮协同一班女将团精心策划 并邀请四名解除的大马女企业家 激发和培养女性企业家的创新思维 领导能力和商业技能 提高他们在商业领域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其实现在的新女性时代已经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站上舞台 甚至我们可以站上世界舞台 刚才我们都会搞不错的 希望以后不管是在社会 在公会 我们会希望女企业家 女性可以有一个代表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因为有这么多的男的支持 性别平等已经成为社会和企业治理中的重要议题 未来女性成为高管将成为上市企业的强制性法规 女性的领导力在应对全球挑战 和实现可持续的未来至关重要 龙华堂希望通过这次的活动 能够强化女性在职场中的领导角色 他们认为新时代的女性不应该自我局限 将每日打卡上下班视为目标 事实上每个人都有机会 以自身的能力去影响更多人 通过这次的分享活动 将为女性提供机会 展示自己的领导才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相信这首李文唱的歌 对大家来说都不陌生吧 不过从今以后 我们再也无法听到 这位女战士的现场演唱 为了可以让粉丝得以和李文送别 除了佛教丧礼 家人也将为她举办一场歌迷追思会 另外李文的姐姐李思琳否认妹妹 歌腕轻声 目前正在等待解剖报告 理清死因 尽管许多人都希望传来的是假消息 不愿接受常常面带笑容的这位天后 已离世的事实 不过李文的二姐李思琳及经纪公司 在脸书证实她离世的消息 并透露李文多年来与病魔抗争 因忧郁症离开了大家 这些简短的交代文 让期待李文付出的粉丝心如刀割 更好况网上也不时流传这几年来 李文克服病痛的挣扎模样 让大家为她心疼 其实李文除了小时候的脚伤复发 外界也经常流传前夫出轨 导致婚姻破裂的传闻 让外界不禁把这些不幸遭遇 连接上李文轻生的原因 知情者表示 李文半年前也患上乳癌 音乐制作人正在远 看到李文独自对抗病魔 感到痛心 这位女战士的离去 让许多娱乐圈的朋友 无法接受 尽管如此 多位艺人像是周杰伦 成龙 林俊杰 蔡依林 小S 许希蒂 Ella 陈娇化和吴康仁等 还是忍痛发文哀悼 并贴出合照 怀念这位陨落的巨星 李文的离去让大家领悟到 无论多开朗的 每一个人都有过不去的看 面对挫折时 别忘了也许能安慰您的 如同天空上的一道彩虹 孩子的一个微笑 网上的一个段子 爱人的一个拥抱 或者是生命热线另外一端 随时陪伴您的辅导工作者 像已经完成任务的李文致敬 墨西哥一辆巴士当地时间五号清晨 在行事途中疑似失控 坠入峡谷 造成至少二十九人死亡 十九人受伤 另外南非东北部的一个贫民窟 发生一起硝酸气体泄漏的事故 导致十六人死亡 由于事故地点的黄金资源丰富 因此当地官员判断 这起泄漏事故与非法采矿活动有关 瓦哈卡州内政部长罗梅罗指出 出事的巴士是从首都墨西哥城出发 不料却在前往瓦哈卡州 一个城镇的途中 疑似失控而坠入大约 二十五公尺深的山崖 事发之后 至少二十九人宣告不治 十九人受伤 并被送往附近不同的医院救治 镜头转向南非 南非豪登省政府指出 当地一个贫民窟五花晚上 发生硝酸气体泄漏的事故 导致十六人死亡 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当地警方透露 当局在晚上八点接获 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内容 我是拉斯达 感谢收看 Sala Malaysia Madani 我们再会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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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算